大家要不要再生第三個 他們家風像也有 水像也有 火像也有 來這邊 只差圖像了 幸福的一家人 辛苦的媽媽 最期待 最希望的事情 這都是故事 成長都是故事 親情都是故事 愛情友情都是故事 奇想也是故事 歡迎大家共同來投稿 主題要扣在 Always be there 還滿幸運的 是因為我們 本來就是屬於 雙心家庭都在工作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四 都是給保姆帶 在保姆家住 然後禮拜五就帶回來 但 五六日其實就是我們等於 保姆帶四天我們帶三天 其實感情也很深厚 然後現在已經教她說 妹妹在這裡 然後教了大概 從懷孕教到現在 她之前都沒有任何的感受 一直到上個星期 她突然講 妹妹 她知道了 有存在感了 比如說她妹妹在哪裡 她就這樣 妹妹 對 你跟李懿會有跟妹妹講話 或是有一些特別的 屬於你們家 連大故事家的意思就是這樣 它有共通大家的情緒 但有一些就是很私人的 會感人 你自己有沒有跟妹妹 或是李懿跟妹妹 有互動的一些小部分 我覺得媽媽應該都會有聲音 都會一樣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都會擔心小朋友 是不是依然很健康活潑 因為怨到生產前 就會擔心她的胎動次數減少了 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 我都要拍拍她 我要確定她是不是很OK的 她有回應 她會回 她會開始從這邊 腳會開始慢慢地磨 磨到這裡 有時候晚上 她拍動特別嚴重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 因為要深呼吸 因為其實她給她的空間 已經不是太大 然後 她爸爸就會說 Shanie你要乖一點 不要這樣踢媽媽 我就會說 她很乖 是我給她的空間不夠大 然後講完之後 她就是會這樣 從很快速地踢 然後變得慢慢 磨磨磨磨磨磨磨 其實也不算是要 全力使用的男人 就告訴大家說 那場朋友 一場生活中 你會遇到的事情 那些是你感動的 你可以出動很多人一起 因為其實 我覺得 大寶 然後再上二寶 的媽媽 都有巨大的燃獸 就不對 是有很奇怪 真的是普通 因為演的時候 很大的感覺 你剛剛看 那也會有那一段 其實我覺得那個 奶奶牽著小朋友 在那個床頭那邊看 就已經很煌煩了 然後如果是做第一次 用大衣服 第一次就是用手機 看最燃獸的那個神火 剛剛我會覺得 已經熱淚以後 我覺得不重要 對啊 尤其是在講故事的時候 因為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不寫 但是 因為 對 文化這一次的大故事 講的 很主軸 所以我們後來 見了一個 下標準 對 其實 其實應該 真正的育產 其實應該 其實比較越激 但是因為 我上一拍想知道的 真的太大了 所以上一拍就火 然後這點也要看我 所以避早了十天 但是醫生又說了 在彩結的時候 又發現寶寶過大 所以可能隨時都會 衝出來 然後手透了 所以我現在 就在等 但是因為很奇妙的是 人在有工作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意志力氣下來 就怕今天是 我最後一個公開的朋友 然後 開完會就徹底 帶起來 就怕 你知道明天就要生了 有時候一放鬆 小朋友就來了 對 有問題嗎 OK嗎 謝謝